華語大世界要帶您關心到 俄羅斯總統普廷造訪中國 讓中俄關係再度受到國際間的關注 那麼這次訪中 普廷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再三強調 中俄兩國是哥良好 但是否是平起平坐卻很難說 日本媒體經過調查發現 中國出口到俄羅斯的軍事原料 消化棉的價格 已賣到歐美各國還要貴了大約有兩倍 有專家分析 認為說中國似乎是要藉此告訴俄羅斯 到底誰才是老大 俄羅斯總統普廷造訪中國 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陪同下 接受盛大歡迎 兩人簽署聯合聲明加強合作 更在記者會強調中俄關係無堅不摧 俄羅斯戰爭以來 俄羅斯仰赖中國經濟助力 消化棉就是其中之一 消化棉通常用來製造塗料 由於點火後會猛烈燃燒 所以也用來製造彈藥 200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 中國消化棉出口俄羅斯連續兩年暴增 引起美方關切 日前美國制裁中國河北兩家廠商 因為他們出口大量消化棉給俄羅斯 北京方面強烈抨擊 認為美國雙重標準 自己提供烏克蘭軍事支援 卻指責中俄貿易 中方炮火全開 看似無限艇俄羅斯 其實暗藏玄機 根據調查 中國出口歐美各國的消化棉 每公斤在2到3美元價位 賣給俄羅斯得超過4美元 價格幾乎哄抬了兩倍 專家表示 中國抬高價格 賣軍用原料給俄羅斯 看似不顧兄弟道義 其實試圖傳達一個訊息 那就是中國老大哥說了算 俄國小老弟必須乖乖聽從 消化棉曝露出中俄兩國地位翻轉 耐人群味 文疾病